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收看Danman826頻道 今天想吃上海菜,跟大家分享澳海城一間加上海菜 Let's go! 現在進來加上海,這間餐廳是澳海城三崎的地下 我們剛剛點了幾款食物,這裡可以吃上海的點心 也有些小菜,今天因為下午來吃,就叫了點心來試試 他們餐牌裡面的食物是全日供應的,有些開胃的前菜 也有一些上海點心,當然不少的是小籠包 也有特色的粉麵飯和華洋風味的上海小菜 今天午餐叫了五款食物,分別有花雕酒糟三寶,蜜汁翠鮮,煎小籠包,大湯包和金牌大排骨湯麵 觀眾朋友,如果喜歡看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影片分享,記得按下我Datman826頻道 訂閱和鈴鐺,當我有新影片出的時候,你就不會錯歌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叫了一個蜜汁脆鮮,之前都吃過的,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次特意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很脆的,而且蜜汁味道做得不錯 它份量也不少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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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汁是酸酸甜甜的 不只是甜的,是帶點酸味 它的賣相擺盤做得不錯 像芝麻一樣 現在來做一個頭盤小食,就是叫做就租三寶 它邊三寶是有醉蝦,醉鮑魚和豬手的 有四隻蝦,四塊豬手,鮑魚一隻都切了四片 試一片鮑魚先 不韌,很有酒味 它是花雕酒的味道,跟醉雞一樣 因為之前就沒吃過這個 我通常吃過醉雞 醉雞的花雕酒味道都不錯 試一下蝦 看來蝦呢 它的酒味不是那麼入味 剛才鮑魚咬下去就很有酒味 但是這個蝦都爽口的 有一點點的酒味 朋友問我有沒有吃過一些上海菜的醉蝦呢 是很棒的,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也想試一下 豬手呢,先試一下 因為豬手很難入味 就算你平時做一些滷水,柱喉都很難入味 你看 這個很... 豬皮熟了很多的酒味 哇 真的會喝醉 還有醉豬手很貼身 起骨 吃下去一口一口肉 真的不錯 這裏加上海的小籠包呢 都有幾款不同的種類 有普通的小籠包 蒸籠那一隻 也有用鐵板煎的小籠包 都叫做一份來試一下 還有就是一個大湯包 很大的 他給了一支飲館 是絕的 在上海我看到有人拍片都吃過這些大湯包 不過香港第一次試 先加醋 然後試一下用一支飲館 先進去喝湯 嘩 湯很鮮甜 因為原來我剛才刺到肉 所以喝不到湯 在旁邊刺進去 味道其實跟普通小籠包的小籠包差不多 不過這個真的大 這個大就是40元 很香的 哇 而且拆開這個大湯包 看到裡面的肉 原來是偷了少少的蟹粉 蟹黃 我覺得這個湯包裡面的肉 有點像吃獅子頭 好像一塊肉 但它有些蟹黃的味道 看起來很鮮甜 鐵板煎的小籠包來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特色 所以叫做給大家看看 它這個蒸的小籠包很好吃 如果你多人就可以每樣叫一碟來試一下 底部就像煎鍋貼一樣脆了 表面就是小籠包 都是很多汁裡面 哇 湯汁鹽辣辣 很多湯 而且這個感覺特別一點 就是那個小籠包的底是脆了 煎脆了 有些特別一點的風味 嗯 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一大口下去 肯定你的舌頭 肯定你的舌頭 辣到腸了都像 而且這個鐵板煎的小籠包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即使放了一陣子 小籠包還是很熱的 所以吃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鐵板的熱度 就是燒著小籠包 蒸的可能你打開蒸籠 很快就會冷了一點 這個真的可以補到溫度 好 金牌 大排骨湯麵 就是我來到一定要叫的 這本排骨湯麵 比一般吃上海的 是大一點 兩個人分是最好的 牌骨的份量都不少 因為這裡的份量 我覺得是普通吃排骨麵的兩倍 今天我看上去好像沒有平時那麼juicy 因為平時很濕潤 今天好像乾了一點 讓我先嘗嘗 今天炸得乾了一點 可能耐火 但是也不會硬 OK 排骨麵的質地做得不錯 還有湯底是很特別的 它有一點 不止一點 喝得出很多蒜頭的香味 是那些蒜粒 喝下去喉嚨有點辣 酸辣味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加上海 和平時去的那些有一點不同 因為平時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 所以感受是特別一點的 這裏呢 我都已經來了很多很多次 今天這些菜都是有水準的 除了那個豬扒 今天排骨是炸得乾了一點之外 其他東西都很好 那些味道 這裏就是澳海城 所以我都經常來這裏 所以大家有興趣 經過這裏可以來試一下 或者大家有什麼特別好吃的上海菜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都想試一下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小龍包 觀眾朋友 喜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上海菜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 還有我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又喜歡看一些旅遊飲食 生活資訊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和鈴鐺 當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看到一些特別優惠資訊 在那裏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